今次介紹的單位位於堅尼地城 這座有40多年樓齡的單棟樓 不好看現在的房子這麼簡約麗麗 未裝修前,單位其實是這樣的 屋住一家四口,在這裡住了二十多年 由於兩個女兒都長大了 需要重整居住空間 因此就找了設計師幫單位進行大改造 今次我們設計單位是堅尼地城 今次的實用面積是311呎 護主溫本身有三個要求 想在整個空間裏可以提高儲物容量 第二樣,想在顏色上可以舒服點和光點 第三樣,想在浴室裏可以有起光 今次我們用了簡約風格 我們用了兩隻顏色,木色和白色 白色都會給人感覺比較乾、舒服很多 木色的話,由廳伸延到房 令到感覺更加同一 其實客廳只是第一隻細窗 要怎樣改善彩光的問題 設計師都花了不少心思 今次我們沒有用一些傳統的銅燈 我們用了一些明銅燈的角度大 配合燈帶 令到空間通透性高了 配合白色會更加過猛 一入門口,右邊有一個吊櫃和地櫃 吊櫃可以方便儲物、放飾物 而下面就可以放鞋 在電視下也可以放到餐飲 咦,找人整個廳 究竟把飯桌放在哪裏呢 原來就是收在這個櫃裏面 吃飯才開桌 平時就不會壓住客廳的空間 除了收到飯桌 全個櫃還有大量儲物空間 櫃裏面還有各化妝鏡 方便護主兩個女兒化完妝後去街 由於原積太小 不好用 其實放的東西都不好放 今次我們拆除所有牆身 在這個位置退出來 浴室的位置退大了 令到所有位置都會大了少少 可以放回他們要放的東西 令到空間更加好用 你看到地台延伸入到女兒的房間 其實我們就做了一個上下家床 中間就做了一個工作袋 而右邊就有一個組合的衣櫃 其實就方便他們使用之餘 其實都有獨立的空間 在書袋左邊 你看到一個開放式的層架 其實就因為護主兩個女兒 他們都會畫一些畫通 我們就預留一個空間 就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在工作袋的右邊 其實就有一個組合衣櫃 我們就把掛衣的位置放在下面 上面就可以做了一層板櫃 可以掛到衣櫃 也可以放到其他雜物 主人房的床頭 用了深色的床布 可以抵顯房間的對比性 由於房間都比較細小 但是我們仍然都用盡了每個空間 在這個位置看到就是一個衣櫃 其實旁邊就方便去放一些攀印書 下面其實都有一個儲物櫃 就可以用盡了每個位置 由於兩位女女都是韓國男團BTS的粉絲 因此設計師特別為所有房門 加上了BTS和ARMY的標誌 由於廁所都比較細 我們今次採用了一個湯接門 裡面其實我們有一個白色的雲石紋 令到感覺大一點 沒有那麼大壓迫感 廚房裡面原則是一個L-check的廚房 現在我們就變了U-check 可以提高了一個廚房空間 另外其實我們將熱水爐調到廁所 令到這邊都會感覺沒有那麼細 廚房地櫃用了布紋的膠板 顏色更像客廳的目色 令整體看起來更加有延伸性 同時亦運用了六角形的雲石紋磚 配合白色吊櫃 令廚房空間的層次感更豐富 看起來更快樂